各位呢我們剛剛有跟大家提到你用這個拉霸或YouTube它兩個是不同的互動方式所以沒辦法同時用但是我們用遙控器可以達到就是我可以有按鈕的功能有螢幕的功能又有拉霸的功能可以比較容易做我們在簡報第93頁這裡如果你想直接匯進去請問行不行可以對不對如果沒有網址 是不是可以匯進去但是如果你不想要用也沒關係可以自己寫沒關係你可以看一看因為匯進去會把你切鈕的覆蓋掉我先打開給你看一下你來看這邊這裡我就做了兩種功能一個是直接用按鈕控制指定角度的有沒有點擊1就直接轉到哪一個角度還順便加上這裡有沒有直接指定角度 螢幕顯示開門順便擋讀啊點擊2有沒有直接轉到90度 對不對那如果你想要比較有手感一點的 這裡也有一個喇叭 是可以直接 拉動它 那我先做一個 等一下我在做測試就是像這樣那 這個呢如果你要移到我們剛剛那邊要怎麼做我們先看一下 剛剛在這裡對不對 可是我必須跟你講 你這邊的這個用拉霸操作的這個部分 它的拉霸跟我們遙控器的拉霸有一點點不一樣 積木不是同一個 積木不是同一個 所以 這個 請你把它 丟掉丟掉 有沒有 拉霸這個積木 請你把它丟掉如果你覺得有參考價 你可以先按右鍵停用 你想參考一下待會再來 再來做 你就先把它停用或者拉到外面去 待會再把它刪掉也可以 這樣OK嗎 假設我先放外面好了你做參考 那麻煩你把 你的互動方式先換成遙控器 遙控器出來了 有沒有發現我們下面真的有一個這個拉霸可以用 好就是這一個 那 因為你在遙控器裡面 所以你要用拉霸要找哪裡 要找 遙控器 左手邊 有沒有這個遙控器的拉霸出來了 你這樣 所以你稍微拿出來 你會發現兩個長得很像啦 只有哪裡不一樣 只有這三個不一樣 其他都一樣啊 所以有時候你可能會混搖的 就是要注意一下 因為 你如果在這邊用這個很抱歉沒定打 就是不一樣的 如果你在遙控器裡面一定要用遙控器拉霸 看得比較清楚 好 現在呢 剩下的都相同啦 來 我就把它放進來 因為他可以動作的範圍就是在哪裡 0到180 對不對 0到180 那 你每拉動一格 就是我們那個拉霸每拉動一格 他預設 是怎麼樣 差 5度 就是你拉動一格這樣子的 距離 就他轉動的角度是5度 那麼預設是放在正中間 有沒有90度 也就是說他城市一載入的時候他會自動轉回到90度 好轉速度 所以待會呢你就是需要去觀察一下我們剛剛應該大家有在玩過的你應該大概知道你的 中間點要放在哪裡吧 就是比如說我的中間點假設我放在這個位置 那待會 這邊90度這邊是不是也是90度 就是你自己稍微指定一下 好指定一下這個角度這樣OK 嘿這是一個 那麼 好了之後呢 你看看 我在這裡的時候 在這裡的時候 我希望 拉霸 拉動的時候 是不是 我的伺服馬達就要轉到那個角度 所以 你來看這裡 我們的伺服馬達在哪裡 在馬達這邊 伺服馬達 你找到左手邊 剛剛因為我們都是用什麼 用載入的吧 你看這裡 有沒有一個伺服馬達轉到幾度的 它有兩個 一個是這一種的 一個是這一種的 那因為我們後面是不是要可以換的 要換成我的拉霸的數值啊 你如果用這個就是直接手動直接打進去而已 它就沒有積木可以替換 所以你要用第二個 就下面這個 好我把這個一拉出來 放在這裡 對不對 你拉霸轉動的時候我要轉到幾度 可是我不是轉到一度 我要轉到我拉霸的那個數值 所以這個我丟掉 這個一我丟掉 我不要 按Delete 刪掉 我要什麼 要遙控器裡面的喔 我現在就不是要找 伺服哪了 我要找遙控器 因為拉霸是屬於遙控器的功能 這個是它的功能 那轉幾度是由這裡決定的 有沒有 拉出來拉出來 這樣會了嗎 所以你先找到伺服馬達 先找最下面這個 可以後面替換的 拿出來之後把後面的一丟掉 再來遙控器去找這個遙控器拉霸的數值 這樣是不是塞進去就好了 當然如果你要貼心一點 最好把這個數值 是不是可以顯示在我們上面 這樣是不是可以看得到 當然你要顯示什麼 你要顯示說 那個打到幾度是一個方法 如果你不要 你要顯示開門關門是一樣的 道理 所以我現在呢 如果 我要在顯示在上面 遙控器的螢幕 我要 順便把這個 顯示出來 顯示什麼 是不是 拉霸的數值 對不對 那你就可以測試看看 你 在遙控器裡面的拉霸 就有作用 這樣會了嗎 記得下面這個參考完了 丟掉丟掉 杜德偉那一首 丟掉丟掉 就把它丟掉 不要客氣 不要再留戀他的 你留著 等一下就出錯 這樣會了嗎 你可以試著在遙控器 試看看 那這樣子待會我們後面 你就可以再整合更多的其他功能進來 這樣有沒有了解 OK 好 來 試一下 試一下 謝謝